哈喽,我是佳希 最近一直忙着在给姚姚做衣服都没怎么出门 所以呢,我决定今天带姚姚出来放松一下 我们家附近新开了一个商场 听说有一条美食街 到了,要先扫健康嘛 疫情不能忽视,出门还需做好防复哦 一眼就发现了这家店,有很多芭比公主 姚姚快来看,你觉得是他们漂亮还是你漂亮 拉台妹,拉台妹,拉台妹,拉台妹 年轻人不讲武德 你怎么可以拿我跟一群小娃娃比呢 呃,那个,我们继续逛吧 美食街道了 这边是章鱼小文字 这边是喜剪杂串,有臭豆腐 还有新鲜的手打虾滑 那就来一份海苔虾滑 继续逛,漫无目的的虾滑 发现了一个拍照的好地方 悠悠,我来帮你拍照吧 口渴,点了一杯奶茶 虾滑也好了 臭豆腐,章鱼小丸子来一个,满满一大口 虾滑看起来很不错,一口吃掉 臭豆腐有点臭 好烫 这是虾滑里面的粉 很鲜甜,开始暴风吸入 以免查作为别人 嗨,又是眼睁睁看着别人吃香喝辣的一天 来,把围巾戴好 我还给悠悠做了一顶帽子 来吧,戴上去 系好安全带 我们要出发咯 哈哈,我们到了,但是人好多 一路上都有很多人在卖东西 但是看到这么多人,我就很想溜回家 我就是宅女本宅 既然来了,还是得硬着头皮往上爬 看到这个池子了吗 以前这里满满都是水 现在几乎没有,连瀑布也不见了踪影 保护环境,守护地球真的很重要哦 来吧,我们继续往上爬 我妈已经开始有点气喘了 到底还要爬多久呢 人真的是很多呀 不知不觉就到山顶了 有很多人都在山庙拜神 我妈也要开始了 我也来,拜一拜更健康哦 拜完来跟慈悲娘娘求一次新年好运签 刚刚聊到的是九号 九号 九十 光宫提宝刀之女过瘾河 诸心随月步传载苏东坡 有没有机智的小可还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差点又把妖妖忘在袋子里了 走,淡雨去溜达溜达 今天的阳光太好了 可是阳光是会传染的 被小月亮带去兜风 被明雨抢去拍照 连我妈也想合影 给妖妖吃一颗甜甜的油肝 然后来拍美美照片咯 有人愿笑 看天空破晓 像做那一只飞里全物的鸟 想和你遇到 哪怕只一秒 今天天气很不错哦 我们决定要去逛嘎嘎 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呢 先看一会窗外的风景吧 等下到了就知道了 嘿嘿到了哦 记得要先戴好口罩 看到入口了 先来逛逛乐高店 人还挺多 发现了一个小房子 好可爱 这边是街景家整排的房子 还有哈利波特的霍格莫德村 这边好像是魔法群愿夜 哇,还有迪士尼公主 乐高版的齐天大圣 是不是很酷 你看,这里还有一个树屋呢 肚子饿了呢 我们去找吃的 排队的人好多啊 吃什么好呢 肚子饿看什么都好好吃 有点晕了 怎么办 开始又选择困难症 最后选了一家客家菜 因为实在太热了 当上一个柠檬鸡爪 就迫不及待地吃起来 吃完才发现忘记拍下来了 吃饱喝足继续逛 发现了一个我们潮汕的 纯图戏太子 是表演潮剧的哦 哇,好好看 这边还有一个木耳系的舞台 快来拍个照吧 走吧 看看还有什么好玩的 哇,居然发现了一个滑冰场 好多人在滑冰啊 可惜我不会滑 感觉有点老 老师姐姐来了 你很开心吧 我想告诉他 走吧 我们去买点东西回家 各种玩偶 还有JK制服 叶罗莉盲盒 我们拆购的白宝箱 天气突然就降温了 天也黑了 我们要回去了 感受一下秋天广野的北风吧 嘿,起床了 别再睡了 小白,你怎么每次都挑人家睡觉的时间回来 大哥现在都10点了 都2022年了 还是这么爱睡懒觉 你在我有事吗 主人说今天要出门了 出门? 主人,我们今天去哪呀? 今天要带你们去博物馆 博物馆有什么好玩的 我准备去那里给你们拍一组时尚大片 快看 这个呢是我给小白准备的迷彩套装 上衣是一个搂肩的横条T恤 然后下面是一个迷彩短裤 这样看起来有一点点奇怪 等我们把这个小丝带穿进去就会好看了 哇,这个衣服好酷 不然我能不能穿我最喜欢的哈佛呢? 当然可以啦 那你要给我爹哥,妹妹的头发 没问题 姚姚,你不去吗? 我可是给你准备了 日巴的同款玫瑰礼裙 冷啊,还不如在家睡大觉呢 唉,我听说这博物馆的小哥哥啊 特别多 如果再穿上美美的礼服 主人,赶紧的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考虑太快了吧 嘿嘿,我们出发吧 上高速 今天天气很好 还要过一座桥 旁边就是大海哦 到了哦 先来戴个口罩 出口在哪里呢? 找到了 来排个队队 哇,终于进来了 果然加七人比较多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红头船 它是古代元阳的商船 也是广东潮汕人的一个象征 有美术画展 潮汕石雕 这个是桥州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18宿团组成的广基桥 你们有住过吗? 潮汕武师 海上红船文化 这是古船遗迹 潮汕传统建筑 精湛的木雕 精美的潮汕自秀 居然还有布料 竹袖礼服和婚纱 是不是很美? 哇,这些人额也太逼真了吧 潮汕功夫茶 欢迎你们来到潮汕品尝 这边还有手段牛肉纹 潮汕鲁鲁 潮汕福 这边就是戏桃子 来看个戏吧 等一下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我已经怂了 感觉我一到人多的地方了 就怎样? 我不敢拿出来牌 来吧 最后再看看这幅巨带的画 来签个名 记得关注我 走吧 带你们看看博物馆外面的大海 冬天的海风真的是好冷啊 这样就完了 说好的时尚大片呢 考虑到那个博物馆里面的人很多 然后也是历史博物馆比较严肃的地方 所以我们最后决定呢 不在博物馆里面拍 还不是你怂 而是找了博物馆外面的这一块绿草地 我总算可以透一口气了 髮型差点就弄乱了呢 OK 小桃子先来 摆好造型 3 2 1 接下来是小白的迷彩服 摆一个又酷又性感的造型 OK 准备好了吗 好啦 轮到夭夭啦 不得不说我这个玫瑰里裙 配上这绿草地太好看了 到底还拍不拍了 拍拍拍 保持住啊 夭夭 来了 3 2 1 哇 终于搞定了 公公回家 拜拜 哎 什么时候才能出门旅行 这个嘛 还说 等到疫情稳定 病毒消散的时候 可是我真的太想出门了 哎 要不 要不 我们来搞一个天台露营 刚好我买了一个一次性烤炉 在天台烧烤 行吗 吃一下就知道了 先来带一个帐吧 没想到今天的风很大 来一点水果 自己做的小马虚 再来点小零食 快乐水也要满上 开始点火 风度上来了 开始放热 先吃个自己做的小马虚 后一会就出香味了呢 再来点海虾 熟得很快 烤肠和上背也来一点 撒上它是海鲜辣椒粉 真香啊 一下子就被大家吃光光了 我只能给自己烤棉花糖 结果大家都来凑热呢 不知不觉就到晚上了呢 大家都快点进来吧 大家都快点进来吧 嗯 嗯 好好吃 最近呢 咱们家又来了两个新伙伴 我的好朋友送了我两只鸟 俺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品种的鸟 刚来的时候 这两货特别警惕 一言不发 东张西望 这门给他俩打开 逗不出来 上面这一只叫小红 然后下面这一个叫小蓝 他们俩是一对 经过几天的相处 他俩终于放下了戒备 开始大摇大摆的在家里逛起来 小红起飞了 小蓝慌 这是去哪了 别看他俩这会儿还有点人生 其实非常黏人 最喜欢站在人家的手臂胳膊上 跑上桌子考察新的环境 还要体验一下 沙发是不是逼鸟龙鼠 除了整天吃吃吃 他俩还有一批好 喜欢摇脚 逮着脚就折个不停 跟他俩说 我的脚没长虫 他俩就是不信 不仅没停下 还送了我一泡鸟黄金 我真的酸Q了 别看他俩现在这么安静 你要是不理他们的时候 他就会叹叹 一直叫个不停 我特别想给他俩训练成这样式 有没有养过鸟的小伙伴 赶紧来评论区 分享一波养鸟密集 所有人听好 宣布一件非常严肃的事 等会呢 我们要去海边 这么突然 可是我都还没准备泳衣 你没准备 我有啊 红色拨点比基尼 满满的少女心 我还给小白准备了一套 一个玫瑰小抹胸 再来一个蕾丝小嫩嫩 又是觉得太性感 还能拿一个小裙子挡一下 这还是我第一次穿泳衣呢 那我们没有吗 祖然 呃你们两个嘛 因为没买到这么小的泳衣 所以我连夜给你们都做了一套 好啦 收拾行李 我们马上出发 一进到车里 我就感觉自己快要融化了 为了赶时间 我们决定走高速 这还是小喇叭第一次出圆门呢 走着走着前面冒烟了 这是怎么回事 转一个弯 前面有一个隧道 出了隧道继续走 就可以看见另一个隧道 小桃子已经忘眼欲穿了 这海边咋还没到呢 这外面可是40度的高温 看看我冰冻的衡量水 已经坏了这么多了 继续走 继续走 我们就快要到咯 海边停车场已经快满了 海边 我们来了 快看 那边正在上眼抬水下饺子 考虑到海水对瓦体会有伤害 我们决定在上面拍照 那就来吧 接下来是你们期待的泳装修 可是人很多 社工表示很想套个面具 泳装修开始 第一位选手 第一次穿比基尼的小白 果然第一次下水你是慌张 第二位选手 自信满满的小桃子 刚下水就枪到了 赶紧搬来游泳圈解救一下 救命啊 游泳太可怕了 紫默色的耳朵 紫默在平线 一色满分散开 露出心黄点点 接下来第三位选手 一脸萌萌的小喇叭 第一次下水就爱上了 整个人玩得不悦乐乎 闻花一大口水还是很开心 而听着耳机终极的音乐 随着你下个到书写的中间 第四位是我们的老贱 外派经验丰富的摇摇 面对各种路人围观 依然非常镇定 还表演了金工水上飘 从夏天陪你遇见浪 把我风吹过 你怕你显得很好 灰熏的傍晚 时间过满 唉